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原文进行拓展延伸 我们一起来看 狐家虎威的虚边这样一个例子 自从狐狸骗过老虎以后 老虎气急败坏的 他下了狠心 狐狸呀狐狸 我要杀死你 你的末日就要到了 一天老虎出来巡食 正好碰见了狐狸 真是冤家路窄 老虎愤怒的向狐狸猛扑过去 但因为用力太大 两个都摔倒了 老虎扭上了后背 老虎忍着疼大声的说 你上次为什么骗我 哎呀大王 我就是吃了 豹子丹吞了黑熊心 也不能骗你呢 你借着我的威风 吓跑了百兽 你却说是你下头的 你还想抵赖吗 狐狸一听 王岔开话说 上次您出名了 是人皆知你的大名 还上了书呢 老虎 哦 是这是真的吗 老虎将信将疑地问 问道 狐狸眉笑着说 大王 其实我真是老天派来的 只不过老天爷 是让我服侍您的 那我先给您捶捶背吧 老虎相信了狐狸 于是老虎转过身躯 让狐狸捶背 狐狸每次捶背时 都高高地举着拳头 好像特别用力的样子 但快要到老虎身上时 又轻轻地落下 老虎舒服地 密切了眼 狐狸趁机又说 大王 您的声音 是世界上最美妙的 您能叫几声 让我好好地欣赏一下吗 老虎十分地高兴 报仇的计划 早已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大声地叫起来 后来他们两个的举动 被小动物们看见了 狐狸把老虎打得嗷嗷之叫 小动物们更加敬畏狐狸了 老虎想报仇 但反而又一次上了小狐狸的当 狐狸借着他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威风 那么我们这个续编的故事呢 是根据胡家虎威的原版的故事 来进行续写的 那么他遵循了言文的一个主旨 就是狐狸借着老虎显示自己的威风 那么上一次狐狸骗了老虎来显示了自己的威风 那么这一次这个小作者运用着狐狸给大王垂背的这个事情 来让小动物们看作是他在打老虎 那么这样又是借用了老虎他的威风 显示了狐狸他自己的威风 老虎又上当了 所以这个续写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就要看续写要遵循以下三点 首先呢是要忠于原文 那么刚才的那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 它是忠于原文的 因为狐家虎威的故事就是指狐狸借助老虎来显威风 那么它的续写故事当中也是狐狸来借助老虎显示威风 第二点就是要合理的想象 刚才的文章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感觉它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每一个细节呢也都是值得推销的 第三呢要敢于创新 那么敢于创新 它的创新点就在于狐狸给老虎垂背 可以让小动物们看作是在打老虎 也是一个创新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续写的时候一定要遵循这三点 忠于原文合理想象 并且要敢于创新 那么充分发挥想象才是续写的关键 首先呢我们要联系生活实际 动作语言还有心理等 抓住描写情 抓住情节来进行描写刻画形象 然后通过形象来反映主题 然后再将主题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 这样是一个循环的一个逻辑 我们在这里呢 做了一个顺口溜 我们大家来读一读吧 熟读原文 明白大意 理心思路 顺理成章 联系实际 充实内容 大胆创编 别出心裁 发福修改 精彩 无限 这个顺口溜你学会了吗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请你续写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请你展开丰富的想象 将故事续写下去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续写 那么什么是续写 续写需要遵循的原则 是哪些呢 续写需要遵循三点 第一点就是联系生活实际 第二点就是动作 语言 心理 还有情节 都要把握 第三个 还有形象都要把握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把握好 续写内容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吧